所以回答在财报公布之前 股价率先大涨了8.4% 带动美国科技类股全面上涨 那今天呢 今天台股却只有开高走低 收盘小涨56点 那大家会发现旁边上 非AI的股票好像都不太会涨 资金越来越集中到哪 越来越集中到AI相关的股票 那所以呢我们呢 今天又有四档股票涨停 分别是四星涨停 技嘉亮灯涨停 N31涨停 定义呢涨停又是所时时 今天亮四灯 那昨天呢 昨天四星涨停 今天又涨停 连续两根涨停 银帮涨停 见准涨停 连续两天 连续两天出现七根涨停板 全国基效第一名 非我莫属 那现在AI类股到底还能不能买 还是说呢 要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赶快利多出镜 获利了结呢 那旁边上 还有哪些股票 是你一定要留意的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投资卧力放营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我想昨天啊在回答公布财报之前 回答的股价就率先大涨了8.4%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回答财报现在没有人知道吗 难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说 现在回答财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吗 怎么可能说他的财报 一定要到星期三公布 是美国时间星期三的 台湾时间是星期四凌晨啊 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才解封让大家知道说 哎财报到底是多少 那这中间到底多少内部人会计师 再散出去给投资人 有多少人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啊 一定是有人啊 早就知道有人早知道了啦 所以就带动回答股价率先大涨一波 那真的等到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我认为啊 他的获利啊 绝对是超乎市场预期的 那为什么会超乎市场预期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还是跟大家强调啊 既然回答财报公布啊 我认为会是好的 那既然是好的话 在这之前 我就不断跟大家不断的一直一直不断重复强调 我说一定要在 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赶快进场 重压布局 AI相关股票 但是呢 我知道 现在叫大家重压 一定很多人说 老师不要吧 你看尾窗这么低 都涨不起来耶 对不对 今天广达又开高走低 会不会财报公布之后 利多出镜 然后呢 就开始往下跌了 我想 现在旁边上有很多老师 都会这样说吧 你就风险分散啊 你就风险分散 你就不要全部压AI啊 那我只问 各位观众朋友 问各位 就是 本事呢 我想 大家来到这个市场上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赚钱嘛 是为了赚钱嘛 对不对 难道灰达财报公布出来之后 不好一定全面 狂跌暴跌跌停 全部整片死吗 不会啊 那如果公布出来大好的话 上一次灰达财报公布 哇一公布完 大涨25% 大涨25% 你看到心惊胆跳 不敢进场 结果他从大涨25%之后 还继续再涨25% 连续涨了50% 那更别提啊 我们的广达技嘉 伟创 是倍数的翻涨 从5月25号 即使到了今天 你会发现 他们都修正了 但是你如果从5月开始去计算 都是翻倍涨 所以我今天啊 我们节目跟其他哪里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用 一些生活的物品 我用歌曲来代表现在 应该怎么做 给大家加深印象 我今天送大家一首歌 什么歌 勇气啊 真的 现在操作你真的需要勇气 尤其是今天 看到台股啊 开高走低 那 大家一定非常害怕啊 甚至今天技嘉 技嘉本来涨题竟然打开了 难道是 难道是大家都 蹦这个 趁这个时候赶快获利了结 大股东又卖股了吗 我认为不是 所以我认为现阶段大家投资 AI相关的类估 真的需要勇气 要不我唱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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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首歌真的 还是不要的 这首歌我真的不太会唱 好我试试看好不好 我试试看 走音 走音也帮大家加深印象了吧 对吧 走音也帮大家加深印象 真的太难唱了 这不是NG哦 这真的是太难唱了 好我试试看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跟我一样 得肯定 怎么唱错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 真的不要放弃 爱真的 爱真的需要勇气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真的需要勇气 而且爱 爱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它怎么拼音 就是不知道哪一个国 爱是这边有没有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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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需要勇气 你才会赚得到钱 是不是 AI真的需要勇气 有没有看到 AI AI真的需要勇气 AI真的是需要勇气 不是我在乱讲 AI真的需要勇气 好 那我知道最近大家可能缺乏勇气 那可能是因为你跟错人了 你看看我们周报 我们周报写了什么 我就只有写一档股票 周报我最推是哪一档 来大家看一下 星期六 星期六 我说周末好好休息 不用担心会涨 对吧 星期天周报我只写了一档股票 它叫做四星 星期五法说会 我说非常好 基本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面的部分 全年营收本来说8亿 现在要上调了 上调了 上调变成9亿 9亿到9亿5 那为什么上调 因为什么 两个北美客户的AI晶片专案 再加上日本客户 今年的AI晶片也 也要开始出货了 所以AI晶片的大客户相当给力 那既然相当给力的话 当然基本面非常好 这种股票就值得大家留意 所以大家看一下 四星 有没有较劲 昨天一根涨停 涨停呢 而且不是那种 要涨不涨 是直接一开盘就锁实实 让大家买不到 我知道 最近刚才很多老师在跟大家分享 四星四星 最早讲的是谁 一直坚持的人是谁 只有我 那你看 可能涨停板了以后 很多老师在那边讲 啊你跟我买四星 可是 阿姆就涨停板买得到 涨停板锁实实 你要怎么买 买得到 你要买 拍谁 排队 那之前呢 你之前不敢买 大家之前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这边看到什么 外资一路在卖 外资一卖卖卖卖 偶尔买一下 那你就会害怕 所以我说 投资了AI 或者投资 其实不要做AI啊 投资都需要勇气 大家看一下今天 今天是不是又再一个人涨停 那这边打开你的时候害怕了吗 不好意思哦 我们一张都不卖 打开照样不卖 坚持 报老 是不是 又赚一根涨停 那有没有叫会员进场 来 我们可以看到星期一 给大家看过的图哦 四星涨停 对不对 我说投资股票 果然不能只看技术面 昨天嘛 昨天四星涨停之后 我说后续会再创新高 那今天呢 昨天讲的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来看一下啊 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又一根涨停 四星嘛 不是吗 四星将继续再创新高 我说今天的涨停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开始 今天是不是这个开始 今天开始之后 有没有 应该说八月二十一号开始之后 八月二十二号是不是又涨停 开始完又涨停 今天呢 你看 今天再涨一根涨停了 连续两天 两根涨停板 买AI 你要买纯的啦 你一定要买纯的啦 真的有业绩的股票 才会真正的 稳定的涨不停 所以大家看到四星哦 准备要成为全新的股王 我记得是差五块啦 在比价效益之下 股价将会持续的向上涨 你看多漂亮 如果你要看 技术线型 K线的话 昨天一根 准备突破前高 今天再一根 是不是多漂亮 连续两天两根 两根涨停板 你这边不买 你这边不买 你怎么赚得到这两根 这两根过今天 是不是站在 所有历史的价位之上 也就说 今天是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任何人被套牢 没有人被套牢啊 完全没有啊 所以这种股票上方没压力 明天有可能继续向上涨 那 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有可能继续喷不停 我觉得这估计啊 如果回答财报 真的超乎市场预期的话 可能随随便便就碰到3000块了 随便就碰到3000块了 来 那这边又有一个重点 大家发现 其实我昨天又跟大家讲 我说 比价效益 什么是比价效益 高价股的比价效益 那既然高价股的比价效益 会出现的话 诶 旁边上有一些高价股 是不是也值得留意 就像我们的N31 我记得上一波啊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很多人就卖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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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今天是不是又 涨停 N31涨停 看一下 你们叫会员 N31涨停 请会员续报持股 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比价效益将继续 这波我们既装配携 又专家查 恭喜会员 N31涨停 对吧 好不要说我都带会员买而已 我们有没有 在我们的LINE 粉丝团上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以四星来看 7月31号讲四星 8月8号 也讲四星 那时候也讲银帮 银帮昨天也涨停 对不对 那今天呢 N31有没有 涨一根 多漂亮 涨一根多漂亮 你看会员 不然就持续报劳就好了 那当然啦 既然高价股 是这几档之外 还有哪一些高价股 可以值得大家留意 那首选的话 留意的当然是维影 维影当然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它本身是伟创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又是专门做伺服器的 业务已经达到中东了 那你说这样股票 不值得你留意吗 老师好贵 老师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股票会涨比较重要 还是便宜的股票比较重要 你会发现最近高价股 比较好做 比如说像银帮 350块 喊不喊喊碰碰碰碰碰 就到600块了 碰碰碰碰碰碰 你看有几档低价股 能这样碰碰碰碰碰碰 大涨60% 70% 很少啊 所以股票要会涨才最重要 而且现在其实投资高价股 有这么难吗 现在也可以有零股交易 现在比以前方便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围影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当然啦 有很多人会说第一波的AI是谁 是创意啊 但我认为 你如果手上有创意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一波创意来讲 从2000块 整数关卡叠下来 叠了一个有点太深了 而且 我要教大家什么样分辨啊 真AI假AI 大家想想看 昨天 昨天挥打股价大涨了8.4% 如果你认为你手上是AI股的那一些股票 如果今天连一点反应 一点点的反应都没有 甚至还逆势破底 我认为 它可能就是假AI 这假AI的成分啊 是居多啊 我认为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现在可以赶快去检视一下 现在手上的股票 如果说啊 在昨天 挥打大涨的情况之下 一点点反应 我说不要说涨到哪里去 至少 至少涨个0.5% 0.3%这种吧 如果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可能挥打财报公布之后啊 即使大好 这些股票 可能也完全不会涨 所以啊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些问题的话 真的 不然怎样 赶快赶快来找我们可以询问一下 至少先询问一下吧 所以我们的Line如果还没加入的 赶快加入吧 打开手机相机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QR Code 那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手勤 记得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在YouTube的部分呢 YouTube 我们昨天说破1万要送双A Apple加Acer概念股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30个人 还没订阅还没按赞还没分享的 赶快给他吃下去 好不好 赶快按下去啦 我们节目这么多内容这么精彩 而且 从总金面一路跟大家讲到大盘 再讲到个股 我哪一个不是有评有趣的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说 大家看到最近啊 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股票啊 好像大盘都涨不上去 只有AI类股在涨 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利率啊 利率 今年以来美国持续一直不断的升息 美国公债殖利率啊 已经升到哪里去了 我们看三个月期的 现在巴菲特都买这个 三个月期的公债殖利率 就高达了8.45% 这其中啊 就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来 如果公债殖利率那么高的话 那些有钱人啊 干嘛要买股票啊 干嘛要投资 我问各位 大家现在手上的股票 有几档 殖利率有超过5.45%的 那既然你手上的股票都没有5.45%了 那这一些 有资金 有钱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他把股 那个资金投到股市 他直接买美国三个月期公债殖利率就好了 完全不会赔钱啊 因为只要美国政府不会倒 美国政府就可以印钞票还钱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为什么现在啊 资金都集中到AI相关股票 因为整体市场的资金动能不足 在资金动能不足的情况之下 资金会选择他认为最有利的地方去 那就是AI 所以这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 叫做什么 叫做 现在可能只会涨AI 所以你手上其他相关股票可能都不会涨 因为资金一直被抽 一直被抽 一直被抽 被抽到哪里去了 被抽到AI相关的类股 因为你手上比如说像台泥亚尼啊 这些获利也都不错啊 或者其他你会发现什么钢铁类股 现在报价都向上涨了 他们过去 好像基本面也表现得不错 为什么都涨不起来 就是因为大家都现在只想买AI 大家看到AI才会想去买 那手上没钱怎么办 赶快卖现在的股票 赶快集中到AI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昨天 真的蛮妙的 昨天我有看美股 所以美股一开盘啊 其实几乎都是跌的 只有一档 只有一档 再涨 那叫做什么 他就叫做灰达 灰达一开盘就大涨了4%以上 然后呢 然后就一路不断向上涨不停 涨到最后 涨了8.4% 那回答一直在涨 当然也带动科技类股 跟着涨起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买AI 现在可能只有AI的类股会涨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像创意为什么涨不起来 因为他们公司老实嘛 我只能说 他老实也是另外一种正派啦 因为他就说 他跟AI比较没有相关性 所以就股价大跌 到了今天都涨不太起来 那我会比较担心说 后续啊 如果说啊 资金持续在往AI 尤其是AI类股 如果 在 星期四过后 应该就星期四了 星期四大涨 那会更加吸引资金往AI类股走 那其他股票 真的要小心啊 可能会持续的跌不停喔 非AI的股票真的要小心 好 那再来刚刚讲的美国公债 这么高 第一个 资金不足 资金集中到哪里去 集中到AI 第二件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 美国政府现在压力很大 美国政府既然利率这么高 那他们的负债会越来越高 那我认为啊 美国政府啊 FED也是美国政府的其中一个单位 因为他不会让政府压力这么大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认为FED不太会再升息 从FED的挖取看得出来 也是一样 他们应该是不至于再升息 那只要不会升息的话 我觉得这利率会往下降 往下降 如果你现在再去做这些无风险的 我认为无风险的资产 等到利率下降 你反而会赔钱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乱做 而且你乱做啊 赔钱那到时候又被卡住 又买不到其他东西 好在 看到没有 为什么台币最近走弱 也跟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有关 美国公债殖利率有8.45 所以很多外资啊 都撤台湾的资金 因为台湾资金 大家想看 台湾的利率是多少 1.4 1.5 公债殖利率甚至不到1 那当然 外资都怎样 外资都往 往国外跑 往美国跑 那 问题是现在中央银行 也利手32块的整数关卡 所以我觉得最悲观的时刻过了 那既然那么悲观的话 台股我认为 大家从技术现行看 这么多天 这么多天都没有再破 破底了 既然这么多天没有再破底 后续再破底的几率很低 那就算他走空 我是比较 乐观看待后续的行情 但是呢 如果你是很偏空的话 我建议你啊 也不是这个时候 去做空的吧 所以我下一个结论就是 无论多空 先谈再说 那既然先谈呢 但是就是有什么 做多就是有肉可以吃 那在这个时刻 你更需要专业的帮忙 因为你一个人操作 你真的会不知所措啊 你看到 那么可怕 美股一直在跌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一个人操作 你不知所措 你跟着我们 跟着一群人去做操作 会帮你克服恐惧 这几天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台股啊 消费性电子产品啊 什么 可能需求都疲弱 库存 都很难去化 只有一个东西叫做 支通产品 那不就是AI的产品 昨天讲过 大幅度的成长 昨天Dale也说四大单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 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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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达的财报 这音乐达写错了 这是灰达 灰达财报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呢 回答财报部分 从技术面来看 跌破季线之后 立刻向上拉回 昨天大涨了一根 红K棒 8.4% 一红吃所有的黑 红吃黑又带亮 那这代表说 已经完全转强了 那KD指标呢 也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上 那整个看起来 他就是准备要突破前高 那上一波5月25号 我们发现5月25号 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就大涨了25% 回答财报公布大涨25%之后 后续又再涨了多少 25%连续两波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这次的财测又超乎预期 有没有可能 星期四 星期四 之后 回答股票又再一次大涨25% 那这不就值得大家进场去做留意吗 所以这一波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这一波绩效最好 为什么这一波AI股 我上一波绩效超级好 就是因为我看对行情 而且这一波啊 大家发现最早跟大家分享 要留意 回答财报公布的人是谁 就只有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务必要买好买满相关的AI股票 那至于AI三雄的部分 我就说好我已经封牌了 封牌还是每天讲 每天讲 那我就跟大家讲 封牌的意思就是 我认为它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在这个区间 底部附近 我就要进场做做 高点 如果涨不上去 我就是要先买出 那今天呢 我认为很多股票 比如说像今天技嘉 已经准备要突破前高了 那既然准备要突破前高 那不就代表说AI股票 准备要喷了 好那技嘉的部分 今天是不是一度是涨停 虽然说涨停没有锁死 我认为这跟当充客 比较有关系 因为当充客的部分 今天做多 今天有赚钱 你觉得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当然赶快出掉 他不流仓的 他不流仓的 他出掉就会有一些卖压 所以今天的部分 涨停板打开 我认为是还好 因为整体来看 收盘价是收在相对的高点 收盘价收在相对的高点 就代表说突破的味道 突破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呢 如果大家用技术分析去看的话 我刚有教过大家 以前也教过大家 什么叫做转强 什么叫做转弱 转强就是一红吃黑黑 红吃黑记住了吗 红吃黑量越大越有效 有没有带量 红有没有吃掉两根黑棒 吃掉了 这技术面就转强了 好所以呢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就一直买进啊 我就讲了啊 A3熊我就是封牌了 封牌的时候就一直买 一直买 红低就买 红低就买 重压布局才会大赚 7月5号270 7月5号270买完之后 7月6号 有没有269也买 再来呢8月7号 8月7号 325继续买 那今天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买的多漂亮 328块 我那时候是看到328块 因为早上我在连线 早上我在东森连线 我一连线我会看到 主持人不管问我什么问题 如果今天早上 你有看东森鼓动前朝的话 主持人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说 先等等 我跟大家分享 技嘉等一下要涨停 结果我讲完 果然技嘉又涨停了 没多久 所以那时候我当然 讲完没多久 赶快叫我会员进场买进 328块 附近进场买进 不要买超过333 什么时候 你看我连线完那边9点25分 9点25分 赶快叫我会员进场买进 9点25分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9点在这 10点在这 9点25分是不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今天有没有买进之后 就直接 攻涨停 这样才漂亮啊 那就算尾盘拉下又如何 是不是又翘起来了 又什么 是不是又翘起来了 对吧 所以今天买的是不是又漂亮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 笑来笑去 买到高点 跟我们一起买在起涨点 那当然其他的尾创啊 广达啊 因为之前有涨过 所以呢 一样啦 就是持续的风排当中 区间 我们就逢低买进 逢高 涨不上去 我们就获利了结 来回操作 或者是什么 波段操作都有可能 那这一波来讲 我知道很多人啊 看到AI类鼓啊 是长起来之后 看到他一直在长 又下不了手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那当然了我知道 先知先觉的人啊 总是能创造机会 后之后觉得能抓住机会 但最怕就是不知不觉啊 你会失去机会 因为这一波啊 我觉得就是明天了 明天过后 灰达就要公布财报 灰达公布财报之后 很有可能 所有的AI类鼓 就像赤信一样 大喷 涨停 再涨停 那你这时候要再去切入 会来不及 坦白说 我认为大家时间真的不多了 只剩下关键24小时了 如果你还不知不觉的话 真的会丧失最好最甜的买点 而且这一波来讲 我也教过大家 很多什么叫做纯AI 要怎么去区分 它会涨 不会涨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像我今天就跟大家讲 回答大涨 如果你手上你认为它是AI的股票 它却没有跟着涨起来 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我认为你要赶快换股 你一定要赶快换股 这时候你不知道换什么 赶快来找我 因为就剩下最后一点了 只剩下黄金24小时 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师啊 都会教大家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去做那个落后补涨的 你会发现落后补涨的股票 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太会涨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下一个这个标题 我说什么 投资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你选对产业 但却做错个股 人生应该是投资最痛苦 莫过于此了吧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最近有一档股票 很多老师都说 啊这涨太高了不要买 你可以去买什么 低的 有低低的可以买 华晨持续向上涨不停 今天又涨停了 那会讲买低的 重店类股有谁 那不就是市店 要嘛就是重新店 最多再加一个大同 那你看下这几档股票 有没有在涨 来市店有没有涨 没有涨啊 你怎么跌啊 这边跌下来你买 这边跌下来买赔 跌下来买好便宜赔 好便宜好便宜 一直赔一直赔一直赔 那人家你就看到华晨 华晨一直涨一直涨 这时候你只能自我安慰说 华晨一直在涨 我的股票会落后补涨 我的股票会落后补涨 一直安慰 结果呢 就看到华晨一直在涨 然后市店就一直涨不起来 那又或者中兴店 也是一样啊 你看到华晨一直在涨 但中兴店却涨不上去 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明明中兴店那么便宜 已经跌这么深了 基本面也不会输华晨 为什么涨不上去就是涨不上去 我说我投资股票 你不能只看基本面 你也不能只看技术面 不能只看筹码面 你要所有 所有可以看的 所有重要的 你都要全部看一遍 全方位的 你才能找到真正的标股 所以要做我的意愿做指标股 所以你看这一波 如果做华晨就赚钱 做滴滴的做便宜的中兴店 甚至是大同 大同还传出什么 股东要怎样 大买股票 结果大同有没有涨 2371 大同有没有涨 没有还在跌 那时候传出说大股东要买股 我记得是这附近吧 结果还是买 还是涨不上去 怎么样都涨不上去 这就是我讲的 投资股票你不能只看什么 产业面 你要产业面技术面 还有筹码面各方面 你都要全面俱到 全面都去看一遍 你才会找到真正的标股 那又例如 你不要说这些 比如说 那个AI股票 AI机壳的部分 就是伺服器机壳厂 那我知道大家讲来讲去 会讲说 啊 银帮涨那么多了 那你可以去买 情城啊 你可以去买尾讯啊 你可以去买红准啊 这些都有赚钱 基本面又好 又便宜你赶快去买 结果你会发现 最后长的 就只有银帮 只有只有银帮啊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会发现 如果你持续看我节目 我一直讲 不断的耳提面命的 几乎就只有银帮啊 银帮我们那时候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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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600块了 从350又一波600块了 你看8月4号 又跟大家分享 一直讲 然后一直较劲 一直较劲 一直较劲 这就是我讲的啊 对不对 要做 就做最强的 要买AI 就做最纯的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所以投资一定要什么 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跟产业面 你要面面俱到啊 你要面面俱到啊 你才会找到真正的标股啊 再来 我们上上星期 送大家的反弹极先锋 反弹极先锋 反弹极先锋 有没有有够强的 金像店 从我们讲完开始 大涨多少 大涨20% 如果说你不要说 老师你都讲 都带会员买 没有给我们粉丝一些福利 上上星期 不是给大家福利了吗 金像店有没有大涨20% 那个时候 175块左右 你都可以进场买的很轻松 不要等到涨停了 才在问我说 老师金像店还可以追啊 我 我被问过太多次了 老师 你的反弹极先锋 定影还可不可以追啊 不要问我追不追 我只喜欢买在起长点 后面我就让他子弹去飞啊 大家看一下定影 也是要上上星期讲的 那时候 30几块很好买啊 30几块很好买啊 买完之后 你就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涨到今天 又一根涨停板 最高涨幅已经多少了 40% 40%啊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买在什么 突破之前 这条线是不是突破 这条线是不是突破 突破是哪一个 是35块的整数关卡 突破之前你还可以进场 突破之后我就不想动了 突破之后就让子弹去飞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送会 应该说送粉丝啊 你看粉丝都有 再来 既然啊大家想看 电影 电影跟金像电是做什么的 PCB 这是我觉得 如果说你对股票的敏锐度 比较高的话 你就会去思考到 PCB涨起来 会不会带动上游也跟着起涨 所以这时候要是我 我就会联想到 上游也许同伯基板的台光电 你可以留意一下 台要 逢低的 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两档股票 那当然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昨天用什么例子 我昨天用一个例子 我说如果你现在要找AI股 我认为要找那种盘整 盘整过一阵子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种 这一档叫做泰茂 那时候盖牌股 盘整一阵子之后 它的爆发力就会很强 开牌之后 没多久就涨停 涨停完之后 它又涨不停 连续三根涨停 你觉得结束了 还没 四根 再五根 对不对 你看我找股票就是中文敏锐 为什么我们找股票会那么精准 就是因为我们是 看了产业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 那当然了 现在车用 是比较 不吃香一点点 但是你看我们上一波 就是这样操作 一直做震荡 你就不用怕 后来呢 是不是 最后震荡完之后 还是再一根 涨停板 有没有较劲 84.5 水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一波呢 除袭完之后 我知道很多人气息 除袭完之后 这附近我认为 又是一个新的底部 所以我们在这附近呢 又进场买进 买进之后 我昨天公开了 昨天公开完之后 你可能问我说 老师我今天现买现套 同学 各位同学 我会有没有叫你说在这边买 我们是买在这边看清楚啊 我买在这边 我买在89块 买在89块之后 我有没有在进场 这是90嘛 89块不是在这边吗 我有没有在进场 没有啊 我没有在进场 不是就是报得很安稳 获利获利 报牢牢 获利很安稳啊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坚持 因为 你看 基本面有亏转赢嘛 营收大幅的成长 创两年的新高 有没有 这是之前我在看的时候 这是最新的营收 7月份的营收 有没有再创新高 投资股票就是要这么有把握 不是每天去看涨停板的股票 我们要怎样 从没有涨停 带你到 有涨停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盖牌股 上次 最近的盖牌股 有没有勇敢传说 梅利达 你有没有那么勇敢 你有没有那么勇敢 你没有 你没有吗 你看一下 开牌之后他就是勇格 讲完之后涨停 涨停之后再涨6% 涨6%之后跌停 我有没有逃避 我没有逃避啊 我对不对 没有逃避啊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买在 起涨点之前 买完之后即使震荡 根本就不用担心 继续 有没有继续报老 今天有没有大跌 今天没有大跌啊 这重点是 你有没有勇气 你有没有勇敢 就像买AI股也一样 因为他的基本面真的非常好 有没有 持续营收不断的再创新高 这不是营收 是每股营运不断再创新高 营收呢 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真的较劲 有嘛 现在都在成本内嘛 都是赚钱的 有没有多漂亮 这就是什么 勇敢传说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 有没有那个勇气 跟我们一起进场 所以我认为啊 AI狂潮来临了 我们讲好久了 07年一颗苹果救台湾 2023年呢 AI救世主 就是谁 就是灰达啊 大家可以看灰达 灰达上一次公布财报之前 是长这样子 公布财报之后 大涨 大涨喔 光是公布财报之后 当天 当天这一段就大涨了 25% 那你如果在这一天 你还敢进场 我后续就涨了25% 总共就赚了50% 这样够了吧 好那你说这是灰达 那台湾的呢 灰达是5月25号公布财报 台湾的股票呢也是一样喔 以伪创来讲 5月25号他准备要起涨了 5月25号之后他一路涨不停 到今天为止 即使他出现了大幅度的30%修正 但是呢 你从财报公布的时候 进场去买进 赚到今天 赚到今天不是在这边高点 赚到今天假设是今天的收盘价 我认为还是翻倍赚啊 是不是还是翻倍赚 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这一波来讲 音乐达 对不起不是音乐达 是NVIDIA NVIDIA灰达 灰达的部分 他这次又要再次公布财报 那这次财报公布之前呢 我认为股价先涨 代表有很多 知道灰达财报数字的人 提前进场卡位 如果你不现在提前进场卡位 很可能会错失今年最好赚的一波 那你又发现 这一波来讲啊 AI股啊 我可以说是全国全国绩效最好的 因为上一次啊 我连续13天 从7月20 7月12号 从7月12号 12号开始 我们就什么 5灯涨停板 7月13号 6灯 一路到7月28号 总共13天 48灯涨停板 大家想看 现在又开始了 现在又开始了 昨天 几根涨停 一根四星涨停 英邦涨停 渐准涨停 那今天呢 今天四星又涨停了 连续两根涨停 技嘉 有没有一度触及涨停 亮灯 N31有没有涨停 电影有没有涨停 连续两天了 连续两天 七灯涨停板 这就是实力 你会发现 前一阵子 AI股不好的时候 我也是跟大家讲 我是持续看好啊 我有一天有改变过 没有 完全没有 那现在呢 你会发现 很多老师啊 绩效没有我好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AI股在涨的时候 我的股票 就会一马当先 开始慢慢 一直出来涨停 一直出来涨停 所以你现在投资AI 真的需要勇气 赶快把握这一波机会 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买好买满 那当然了 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 我们的回答188专案 快闪了 因为我要想说 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大家我们一起进场 赚这一波 回答财报公布的大力多 所以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黄径24小时 最后爆赚的机会 我决定帮大家 再一次给大家 这个唯一 这个三月 唯一最大的优惠 不论是会期 不论是课程 不论是 汇费 都有绝对 超级高的优惠 那把握这一波 大赚的机会 掌握黄金关键 24小时 跟着我们一起 进场买AI 重压布局 可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我们旁边 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谢谢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握力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按赞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